現場最新連線消息 台北市長柯文哲第一個預算會期 北市議會從去年12月中就展開各委員會的預算二讀會 但是許多重大政策預算呢還是被割著 柯文哲今天中午就到議會和親民黨以及五黨籍議員 說明是否總預算案 最新狀況連線記者沈永佩來告訴我們 好的主播台北市長柯文哲呢 今天是特地來到議會拜會 五黨籍還有親民黨的議員 要說明的是105年的最新的這個預算案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這個預算呢 其實早該在去年底的時候就應該三讀通過了 但是呢跨年夜議員沒有挑燈夜審 等於所有的預算全部卡在議會裡 柯文哲呢今天呢是特地來這裡拜會 因為1月7號就要黨團協商了 柯文哲搶在這之前先行拜會議員 帶你來看稍早畫面 跟公仔有關的2050的願景計畫 那是牽涉到西區門戶計畫 還跟那個公仔 那另外一個就是二杯銀 另外也是自來水價跟公車票的調整方案 另外一個也是有爭議的案件 就是那個林里公園跟八民以下道路 目前是要辦到 要由公務局一條片處理 那當然有人說是不是留在民政局以下處理 所有這一些都需要跟爭取議員的同意 當然我們是來經過說明以後可以取得我們所謂關鍵五票 好的 因為現在北市的藍綠議員其實席次是一半一半的 柯文哲今天是率先呼籲了包括李慶元還有黃珊珊的五位 柯文哲他自己稱為是議會第三勢力的支持 不過今年度其實總預算高達1600億元 到現在都還躺在議會 等於說要殺要殺全部都得看議員的臉色 雖然柯文哲他是一派從容 他說盡力而為有拜會總比沒有拜會好 但是重大預算包括總價超過1300多億元的公共住宅政策 還有是西區門戶計劃以及第二預備金等等重大預算 本來表定是要在1月7號的時候來進行政黨協商 然後8號來表決通過 但真的有辦法嗎 現在府會溝通大卡關 柯文哲是親自出馬 除了公開拜會黨團之外 他其實私下多次來拜會一個個的議員 希望議會不要再浪費時間 趕快將預算過關 好的 以上現場最新情形